你知道十二授手回归花了多少钱吗? 为了让国宝回归,中国人又做了多少努力? 2020年,十二生肖马首正式回归圆明园 时隔160年再次回到祖国怀抱 成为第一件回归圆明园的海外重要文物 然而回顾马首的回归之路也是相当坎坷 186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疯狂抢掠后 十二生肖授手同向开始流落海外彻底失去音讯 直到1985年,美国一位收藏家 在一个自称进过北京皇宫 坐过皇帝龙椅的老兵家里 发现了在卫生间里被用来挂毛巾的牛手 之后,他又在室外发现了被老兵当成普通艺术品的马首、虎首 这让收藏家内心狂喜 这老兵显然还不知道这三个兽手的价值 最后在收藏家的连哄带骗之下 老兵以一座兽手1500美元的超低价 把三座兽手全都卖给了收藏家 还笑着感谢收藏家好眼光 真是转着圈丢人 四年后,马首现身伦敦纽约拍卖会 一同现身的还有牛手、虎手、虎手 这四尊兽手最后被中国台湾商人蔡晨祥 以不到100万美元的价格收藏 在80年代,100万美元已是天价 因为当时国内的消息还比较闭塞 国人还不知道 袁明元十二兽手已经现世 2000年,牛手、虎手和虎手 出现在了中国香港加士德以及 苏富比拍卖会 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得知 兽手下落 为了让文物回归 我国派出保利集团参与竞标 猴手起拍价200万 最后被保利集团740万拍下 牛手起拍价200万 保利集团最后700万拍下 三天后的虎手 起拍价比之前多出100万 达到了300万之高 最后被保利集团1400万天价拍下 这也是140年后 袁明元兽手第一次回归中国 然而马首却依旧布置下落 因为当面买下马首的商人 因为经济大萧条 早已把兽手出售 2007年 马首突然现身苏富比拍卖会 引发国内外强烈关注 爱国商人何鸿燊 为了能够让马首回归中国 特意在拍卖会开始前夕 找拍卖会协商 最后以6910万港币天价 买回兽手 而马首之所以价格如此高昂 还是因为跟之前的兽手相比 马首的制作工艺明显更精湛 马首上的纹理几乎跟真马如出一辙 尤其是马的棕毛 而且X光检测还发现 整个马首是一体化铸造而成的 这样的工艺实在让人惊叹 马首被何鸿燊买下后 一直存放在澳门的星普京酒店大唐 2019年 何鸿燊为了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以及澳门回归20周年 直接将马首捐赠给国家文物局 12月1日 国家文物局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 在郑爵寺为马首举办了入园仪式 马首也成为了十二兽手中 第一个回到圆明园的国宝 然而跟马首相比 兔手和鼠手的经历 才是真正的坎坷 你知道中国有多少珍贵文物 都流失海外吗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流失的文物总数 大约有1700万件 这个数量已经远超中国本土博物馆 和民间收藏的总量 为了让国宝回家 我国在2002年成立了 中华抢救海外流失文物专项基金 专门寻找流失海外的国宝 一年后 基金会的一个成员得知 美国的一个收藏家手里 有中国遗失的诸手 于是他立刻奔赴海外 与美国的收藏家进行谈判 美国收藏家表示 归还文物可以 但是要先支付600万人民币 可谓是狮子大开口 然而不管如何沟通 美国收藏家的态度都异常坚定 何鸿燊听说此事后 立刻出自帮基金会买回了诸手 还将其捐赠给了 保利艺术博物馆 至此 保利博物馆中 已经有了牛 虎 诸侯 四尊兽手 然而兔手和马手的回归之路 才是真正的艰难 事实上 早在2003年 我国就已经得知 兔手和鼠手的下落 然而外国商人 因为看到中国人 买下十二兽手的决心 开始漫天要价 当时兔手 鼠手的持有者 更是狮子大张口 要价1000万美元 这些本就属于中国的文物 被他们这些厚颜无耻的侵略者 抢走之后不但不归还 还借中国对兽手的重视 不断挑战中国人的底线 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在这样苛刻的条件下 我国基金会 最后没能将兔手鼠手带回国 2009年 YSL创始人离世后 他的700多件藏品 被放进法国加世德拍卖 其中就有中国 遗失海外多年的兔手和鼠手 因为拍卖行知道 中国对这次兽手的拍卖 志在必得 贪得无厌的他们 直接把起拍前的预估价 订到了3000万欧元 对于此种行为 中国强烈反对 但是法国人并不在乎 拍卖还是如期举行 这时 一名叫蔡明超的中国收藏家 以2.7亿人民币的天价 拍下了兔手和鼠手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事后 蔡明超拒绝付款 导致兔手鼠手流拍 法国人简直恨死了 蔡明超这种老六行为 开始强烈谴责蔡明超 甚至谴责中国人 而且还有中国人 还说蔡明超给中国人抹黑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蔡明超名誉受损 面临巨额赔偿金的背后 却引起了世界各国 对中国文物的认知和重视 事后 法国拍卖所 漫天要价的行为 引起了巨大轰动 YSL公司也深陷舆风波 最后为了平息此事 YSL的母公司开云集团 最后以3700万欧元 买下了兔手和书手 并无偿捐献给了中国 这两尊兽手 也被存放进了国家博物馆 至此已有七尊兽手 重回祖国怀抱 你知道十二兽手中 还有几尊依然流失海外吗 2020年末 马首正式回归圆明远 至此 中国已经追回 牛 鼠 马 兔 猴 猪 虎 七尊兽手 还有蛇 龙 鸡 狗 羊 依旧布置下落 虽然兽手的每一次回归 都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但是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一场围剿中国的资本炒作 正在拉开序幕 圆明远兽手第一次被交易 是一个美国收藏家 以1500美元一尊的抄底价 从一个老兵家收了的 然而几年后出现在拍卖会上的兽手 身价直接翻了五倍之多 这还不算完 2000年 保利集团以774.5万港元 和818.5万港元拍下牛手猴手 价格又翻了五倍 也是从这时起 海外收藏家们 发现了圆明远对中国人的特殊意义 于是后来中国1544万港元拍下狐手 6910万港元拍下马手 3600万港元拍下兔手 输手 折合人民币价值已经超过上亿 然而这些原本就是属于中国的文物 而且就制作工艺而言 拍卖价格就已经远超兽手的实际价值 因为十二兽手是圆明远前排水用的水龙头 而且其中还有外国人的工艺 对那些唯利仕途的外国人而言 我们的国耻已经成了交易板上的肥肉 只要有情怀二字 就能让我们心甘情愿的一次次 为我们曾经的屈辱买单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季祥曾经说过 中国文物被掠夺 本身就是一件违反人道主义的事情 今天我们用高价把它们买回来 就是再往伤口上撒盐 无疑是在帮助那些人 进行对中国的二次掠夺 我们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 用法律要回我们的文物 而不是帮掠夺者销赃 十二兽手流失海外 的确让人痛心疾首 八国联军火哨圆明远 更是让中华民族忘不了的伤痛 兽手承载着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和屈辱 但是也不是说非得要凑齐十二个 他们的不完整 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时刻提醒我们 中国已经被抢过一次了 要想不被欺负 只能不断强大 我是万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